今天我們的內容是因為我們其中一個粉絲 叫Mark 他問如果一個40歲的男士 大約每個月600元左右 他在坊間看到資料可以買到幾十萬的危機 另外他曾經看過有些叫高端醫療 那些都補成過千萬的 但那些又不能儲錢 他說究竟怎樣取捨 Mark也很清晰知道 牙醫疾就是賠現金出來 現金就沒有限制怎樣用 而高端醫療就一定是進醫院接受治療 接著才Claim醫藥費 他都很清晰 不過都想我們給他一些意見 究竟其實在投保的時候 錢都只有一份 究竟怎樣選擇呢 剛才說的就是種疾 那兩種 但是你說在一些叫高端醫療裡面 當然市場上都有分一些叫做 頭等病房的高端醫療 亦都有一些是二人病房的高端醫療 那如果以Mark說的預算是600元一個月 其實在市場上 當然因為有些是補1000萬 有些是補2000萬 有些是補2500萬 有些是補3000多萬 都有的 那就看一下 剛好你遇到你看那間本公司是怎樣 那如果你說 Mark特別提 如果以我們一個普通人 幾百元一個月 那其實應該怎樣選擇呢 那其實普通人 就是我們不需要住到頭等病房 那其實這些二人病房的高端醫療 我覺得都很適合我們這些叫做普通 就是中年的朋友 我覺得 那在市場上的報價就是怎樣呢 如果譬如它是買大約2000萬的額 因為現在新的扣稅治療醫保 都有這個level的plan 就是二人房的高端醫療 就可以補到2000萬 那現在40歲男士 就都要1000元一個月 1000元一個月 那除非你說 不是喔 可能我公司本身自己 都有一些公司轉幅利 那我可以 就是有小部分的錢 可以在公司那裡賠 或者我小時候 或者十幾年前 已經買了一些很基本的轉保險 那裏都有10萬多 可以補到的 那很多人客 其實都會選擇 墊底費版本的高端醫療 例如16000元墊底費的版本 其實就真的可以說 不需要600元就可以買到 那16000元墊底費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頭萬6元 就是他自己公司的轉保險 或者他以前買開一些 小額一點的轉保險都賠 打後去到1000萬 2000萬都好 那就是在這個高端醫療都賠 某程度上 這些高端醫療 都可以令到人客安心 就是說 例如你說 癌症 譬如我這一年都有些 claims搞 那些人客一年都用了100萬 那你起碼余數 是吧 接近九十幾萬 都可以在高端醫療賠償 那所以變成 有時候 人客都不是說 要刻意住二人房 而現在在市場上 這些高端醫療 你可以照住大房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他的保障 就可以補到超過1000萬 那變成 如果你的癌症 要花過百萬的 其實你就可以很安心 那可能你會問我 咦 原來月供500元 就買到一個 100萬的總值現金保險 也是不需要600元一個月 就買到一個 有16000元佔底費版本的高端醫療 那當然是補2000萬 那其實我們 我們作為一個保單自由人 怎樣去選擇呢 大家都是 不超過600元一個月 那其實呢 我覺得 對於我們一些叫普通人 例如我自己也是 其實我自己就很接受 高端醫療那個 預先批黑面罩數服務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 當人客 有癌症 例如做一個手術 要三十幾四十萬 OK 例如乳癌 要做二十幾萬 好了 之後再做花療 每個星期這樣給5萬 是吧 那 然後又再標靶 又再給 其實呢 你說 主醫院保險 當它補到一千萬也好 如果用傳統舊式的概念 你給了錢出來 跟著才進行保險 那你也要個人客 給到一百萬出來 才可以進醫院去進行保險 那你也要個人客 錄卡錄到一百萬才可以的 但是 其實現在高端醫療 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可以在入院之前 已經預先批黑 由保險公司 直接幫你給 那幾十萬 甚至乎 跟著每個星期 那五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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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繼續幫你給 那個人客是完全不需要錄卡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在高端醫療裡面 幫到人客最大忙 真正最快去接受最好的治療的方法 因為可能我自己媽媽也試過 有癌症 那都很幸運 那時候幫她買到這些高端醫療 因為她是做不到手術 那時候我媽媽因為已經擴散了 直接做化療 那每個星期醫院 我們自己是住普通大房 但是每個星期醫院都五萬五萬這樣收的 那其實你是對於一些普通家庭來說 不是人可以這麼容易 說不斷滾滾滾滾 那如果你說要先給錢 跟著又要再 植 那一個這樣大病 大家都知道是要花很多錢 那可能大家 兄弟姐妹也要商量 是吧 究竟大家怎麼搭錢呢 因為醫生會讓你選擇一個菜單 用哪些藥 哪些化療藥 就少些副作用 越漂亮的藥 就是越少副作用 病人的痛苦是最少的 當你要去做這個決定 用最漂亮的藥 還是用普通的藥 那大家一家人都要商量要用多少錢 那大家商量拿錢出來的時候 也可能會相感情 也可能不太輕易 大家隨時都可以拿到這麼多錢出來 可能有些要賣股票 有些要定期到期 甚至有些也未必有能力拿到這麼多錢出來 那我覺得高端醫療裡面最值錢 不是去補你多少錢萬 有時候我們都不看自己 給你多少錢萬 我覺得最好的服務是什麼呢 是可以不需要病人或者家人 他預先拿了那筆錢出來給醫院 而他們是直接跟保險公司去收費 那變成我們是很安心 可以用到最漂亮的藥 可以很安心去照顧病人 是不需要擔心錢 我覺得這個是無價的服務 真的不會令到家人或者兄弟姐妹 對大家相感情為錢而有爭執 因為家人已經有病了 其實大家都很煩很不開心 那如果還要再為錢去擔憂 去付費那裏 其實我覺得高端醫療 最值錢是這件事情 好 反過來 剛才說 五百元都買到重疾現金 那裏都賠到一百萬 那當然那一百萬都要時間賠 一般本公司都要三至四個星期 才賠到重疾現金出來 始終你沒有可能等到賠到出來 你才去治療 因為某程度上 本公司都是要有法人報告 知道它是否侵略性 如果是的 然後賠償 那裏都要等三個禮拜至四個禮拜 始終都是去醫治療 因為那些惡性那些 其實會擴散得很快 你不能這樣等 那錢從何來呢 真的好像說 你難道跟朋友說 其實我四個禮拜後 本公司就賠一百萬給我的 你可不可以借住幾十萬給我的 醫治病先呢 其實我都覺得 那個操作上 保險賠的時候 去幫人客那裏 那個運作上是有些難度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我會建議人客就是說 他住院保險不夠 他們就會想 怎樣加危機保險 去幫助不足 不過現在的年代 如果有一些高端醫療 可以有個 預先批核 免罩數服務呢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值錢 幫到人客去最快的時間 但決定到用什麼的治療方式 也是最安心病人 都不需要擔心錢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值錢之處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客就說 高端醫療的保費到老了六十幾歲後 很貴 我都試過有些人客 我跟他談的時候 去四十歲 他就擔心六十五歲後的保費 我經常都跟那些人客說 保險公司又真的不會做善堂的 是不是你年紀越大 保費越貴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說我們在六十五歲之前 真的還在賺錢的時候 或者我們還努力去累積我們財富的時候 受疫病發 那又怎樣呢 有時候人客就會想 我應該都是六十幾、七十歲才會有病 但其實現實生活就不是這樣 所以 希望我今天這個簡單的分析 能夠幫到阿Mark來 不過阿Mark也在留言裡說了 如果我們有些新的產品 也歡迎我們在短片裡再講解一下 那在下一節我也會再講一下 市場上 今年新冠肺炎 究竟各大保險公司 他們怎樣去出一些新的保障 而令到投保人可以有更多的保障範圍呢 那希望在下個段影片又再見到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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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